廉刀脖子出 我就是和夫 大家好 小胖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水煮牛肉 现在我们将洗净的牛肉切片 切成那么厚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来切一点打底的菜 现在我们把蒜切成颗颗 现在我们把姜切成颗颗 小葱切成葱花 现在我们把洗净的牛肉进行一个马胃 放入一点盐 增加点底味 放点料酒 放点生抽 进行一个辣植 一定要把水吃够 吃起来的嫩 搅入蛋清 再吃鱿鱼 现在搅入淀粉 最后放一点油 封锁一下水粉 它就吃起来更冷 还有盐子十分钟 现在起锅烧油 我们把配菜炒一下 放入几颗花椒 配菜炒进去 翻炒短生 八滴 起锅烧油 倒一点菜籽油 再放一点猪油 控火油的话 它是很香的炒菜 油温五成热 下次豆瓣酱 下去炒辣椒 姜末 蒜末一起炒香 来十颗花椒 好 加水 加一条水 水子流入这道菜 是四川的传统名菜 此菜麻辣厚醇 不然能吃口香味浓郁 具有川味火锅的麻辣糖的风味 好 现在开始调料 盐 味精 鸡精 白糖 老抽 一丢丢的附加粉 水开 以色下入牛肉片 炸锅之后不要烤化 第二要脱姜 进行之后炒一下 酥过了 我们现在进行最后一道步骤 我们现在进行最后一道步骤 先少一点蒜 然后花椒面 辣椒面 油温烧至七层肉 淋上热油 撒上葱花 一道麻辣鲜香的水煮牛肉制作完成 开饭 清哦 不要客气哦 赞 嗯 八十